给他一个锅一个铲 他敢直接挑战越南老表的猎奇美食 其风骚独特的烹饪手法 就连美国防空系统的三表姑四衣服都难以拦截 他就是整活界的猎奇军师 五哥贼李普 仅仅是说起他的传奇诞生 就已经轰动了整个世界的自媒体 2022年9月 五哥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 五哥在七岁时便已能通晓天文地理 智商银压爱因斯坦 与其更能银压越南老表 时神周星驰曾表示 如果五哥和我是同时代的人 在九十年代少林寺毕业的人一定是他 做出黯然销魂犯的人也一定是他 十二岁时 仅凭强筋有力的双臂 他就学会了手打牛宝丸 就连十神里的火鸡姐都曾说到 当看到五哥那一刻 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牛丸小王子 酷似彭于燕的五哥刚满18岁没多少年 他本可以靠研制吃饭 却偏偏步入自媒体行业 他精湛的祖传守活操作技术 曾让世界各国联合作出表示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动用核武器 以色列犹太人更无法撼动 五哥在整活界的地位 五哥曾说过 我研究舌尖上的中国 美食界风遭品尝法 研究了一晚上 并不是研究完了 而是天亮了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曾这样评论 但我在战场上看到五哥整活那一刻 我就知道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五哥究竟是谁 为何他的猎奇整活操作技术如此精湛 大型纪录片 酷似彭于燕的整活界频道 五哥贼离谱 视频持续为您播出